我们的教科书要不断地改变,因为它跟不上时代,所以它必须变化。 它里面错误的地方需要修改,它不变,它就要落后。 一本书,不管什么书,出来的时间越久,被人看得越多,就会有越多的漏洞。 如果给你一本书,给你五分钟时间看完,找出里面的错误来, 五分钟时间看完呢,你可能只能找出一个错误。 但是如果给你一年时间,一年时间你可能会找出一大堆错误来。 一本书,一个人找得到的错误也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十个人,一百个人找错误的话,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错误。 不管是什么书,它都是有缺陷的,包括科学方面的书,也不是很确定, 因为科技也是在不断淘汰和改进的。 但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说道,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术和圣诚,删去他的份。 也就是说,圣经被写完,被确定之后,就有一个咒诅在跟着圣经, 对任何一个挡杆更改他的人,这个人必定受咒诅。 所以圣经从古到今,没有被更改过, 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信心放在圣经上。 所以,如果圣经一天改一遍的话,那我们也不用信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历史上一些名人对圣经的看法。 不靠圣经,人就不能卷确地统治世界。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没有圣经,我们就不能明辨是非。 我相信圣经是曾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美国十六任总统宁可。 我爱圣经与爱其他的书不同, 圣经带给我深层的安慰, 他启迪我能看见的是暂时的, 不能看见的是永远的。 海伦凯乐。 我们所认为神所赐的圣经最具崇高的哲理, 我发现圣经比任何其他通俗的历史, 有更多确确可靠的证据流顿。 宣声,请相信我, 我就是在最疲倦的时候, 也必须读着圣经才上传。 没有一网不是这样子的。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 圣经之罪。 圣经是发现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从最早成书的约伯记, 由公元前1500年, 到最后成书的启示录, 公元90到96年之间, 经历1600年左右, 共有超过40个作者。 这些作者都为犹太人, 其文化水平身份地位和职业各有不同, 其中有君王、先知、祭司、牧人、 渔夫、医生等等, 各作者照着神的引导, 描述神给各人的启示,各自从。 圣经是发行数量最多的书, 圣经不在书店发行, 但它的发行量却是全球之贯, 圣经从发行以来, 总发行量大概有50亿册, 被译成多种语言的圣经, 在全球的销售量一年就超过6000万册, 这数字永远超过名列排行榜榜首的畅销书, 在中国自教会恢复至2012年底的30多年来, 基督教全国两会总共出版发行圣经6217万册, 有人统计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30本图书, 排在前三名的是圣经50亿册, 毛主席语录9亿册, 新华字典4亿册, 还有两本发行量超过9000万的书是紫黄网, 一亿册, 哈利波特与魔法使9000万册, 圣经是翻译语言最多的书, 目前全球又有7000种语言, 在活跃实验中, 其中近2287种语言, 有最少一卷圣经书卷, 今日全球各地数以亿计的人, 能通过他们最明白的语言, 接触圣经的话语, 圣经也是读者面最大的书, 从压压学语的孩子, 到步履旁山老人, 不管哪个年龄阶层, 圣经都可以给他们带来启发和帮助, 里面经典的故事, 精辟的见解, 以及从神而来的启示, 总是给人的生命带来神奇的改变, 圣经是影响最深远的书, 圣经影响了我们的文化, 国家和世界历史, 耶鲁大学菲普斯教授评论说, 我们的文明根子于圣经, 我们从圣经而来的观念, 智慧、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理想, 远超过其他书籍之后。